湖北美院教授刘寿祥因新冠肺炎在武汉去世 据萧毅称,2月13日凌晨5点,湖北美术学院教授,湖北水彩领训人物刘寿祥因新冠肺炎在武汉金盘医院逝世,享年62岁 据刘寿祥同事透露,刘寿祥女儿女婿也被病毒感染,正在住院,她的夫人现在单独隔离在家 刘寿祥开创了全国美术院校第一个水彩系,以独特的风格严谨的创作态度,开拓了水彩创作的新领域 培养了一代代的水彩创作的新人才,还将水彩技法与处理文化相结合 形成一种独特的东方魅力 刘寿祥曾说过,每个所谓成功的画家实际上都是发现自我的画家 刘寿祥1958年生于湖北武汉市 1981年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吃饭专业 并留校任教从事水彩画教学与创作 现为湖北美术学院教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武汉市文联副主席 湖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,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湖北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上海美术馆、深圳美术馆、江苏美术馆等收藏 其作品连续在全国第六届、第七届、第八届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届、第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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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届、第